電力這件事情絕對不能讓它中斷 一旦中斷 護國神山群的競爭力會頓然上市 隨著台灣廠商持續的回台 還有台積電高雄廠的一個設立 電力的需求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我們機會很多 可是挑戰也很大 現在最大的挑戰是來自於 第一個就是能源 也就是電力 我們是科技立國 科技島立國 我們有這麼多好的企業 我們現在不缺技術 我們不缺人才 可是我們現在缺的是電力 電力這件事情絕對不能讓它中斷 一旦中斷 我想台灣的整個科技島 這些護國神山群的競爭力會頓然上市 甚至會形成整個世界的供應鏈的 更大的一個黑暗期 所以電力的政策 我覺得政府面對的電力以及環保的議題 面對兩難 可是政府此時此刻必須要做出一個更艱困的決定 我們必須要確保電力的 供應的無雲 台灣的電力一年大概是要消耗2400億度 隨著台灣廠商持續的回台 還有台積電高雄廠的設立等等 電力的需求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但是在這次11月COP26結論 對於燃煤發電是要逐漸 face down 甚至要 face out 我們台灣燃煤發電仍然占37% 它造成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還有PM2.5的影響非常的大 我們如果說改用天然氣發電的話 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燃煤的一半 它的PM2.5的產生 甚至只有燃煤發電的五十分之一 我相信對於台灣電力的穩定供給 還有人民的健康 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